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数的部分说今天上午临时请假人数只有大约10人 长荣行情集体请假潮迈入第三天 航班似乎还是有变动 看看3号上午飞东南亚五班航班 延误约30分到一个小时 对此长荣指出延误是因为转机延迟 和这次行情事件无关 强调一切都已经回归正轨 有一点小小担心 但是也还好今天蛮顺畅的 我朋友昨天他们也是搭了同样的班机 然后只是有烧些延误 飞不出去后面行程全部被取消 希望能够进去来得及 旅客难掩忧心 不过长荣透露 3号上午临时请假员工大约只有10位 加上有南部同仁北上支援 所以没有任何延误 你们都是从厂办来支援的 大批支援员工忙里忙外 虽然目前看来情况逐渐好转 不过就怕行情持续大规模休假 旅客也呼吁劳资双方应该要好好协商 避免影响旅客权益 赶快恢复战场吧 尤其下后疫情 罢工就完蛋了 问题就大了 对 这很严重 就是要加薪 毕竟是劳工嘛 基层情绪爆发 无法和辛劳付出 成正比 劳资征战 如何化解 还得靠双方有效沟通 记者综合报道 众说今天一切已经回归正轨了 但是如今恐怕还有未爆弹 因为呢 包括是华航旗下的桃园航行 现在也正在酝酿着春节 二十八廉价要来集体休假 届时国门恐怕将会出现塞机潮 当然这直接冲击到的就是旅客权益 我们来看到是前议员王浩宇 就在脸书提到了 他说长容航行 今年前三季一共亏损了九千多万元 空除则是亏损了三亿元 但是公司呢不但是没有裁员 还对员工来加薪 对于有声音说长容海运 应该要把年中分一点给长容行情 王浩宇认为了 其实依照公司把这两家独立公司 根本不可能如此不应该 如此的无理取闹 好到时候来看到是 交通部长王国财的立场 他比较是倾向劳方 呼吁长容应该要从集团的高度 来协助照顾子公司的员工 但是这一席话不免也让外界质疑 难不成都要牺牲乘客权益吗 政府完全没有任何的配套措施吗 好 昨天我们大家也看到了 董事长支援拉行李 有员工是嗤之以鼻 但是有网友认为了 公司不是慈善团体 网络上面现在正反意见都有 旅客大包小包准备登机 好不容易迎来边境截峰 如今想飞出国却又添变数 如果航班受到影响 我一定会整个行程会大乱 而且我也应该也会很紧张 但会担心的 希望他们公司赶快把它解决 担忧心情全挂在脸上 就怕行程被迫喊咖 因为不止长荣行情 集体请假瘫痪地情 桃园行情工会也因为加薪等诉求 和公司谈判破局 除了四号会再度进行劳资协商之外 六号更会到交通部门前抗议 并同步进行罢工投票 不排除春节展开罢工 好不容易挨过了这个疫情的三年 那在这个第一个疫情过后的这个第一个春节档期 那当然对于我们旅行业来讲是相对非常的重要 影响的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航空业旅行业旅客三叔的局面 空运危机一波又一波旅行社业者挫肋蛋 毕竟陶勤身为华航子公司 占了陶机高达七成的地勤工作量 除了华航包含虎航相关作业也由陶勤负责 如果春节廉价两大行情联手罢工 恐怕将瘫痪整个机场运作 合作的厂商当然他如果有一些 这一个人力上的影响的话 那也绝对会对我们造成一些冲击 可能就是在班次的这一个道理的时间 可能会稍微有一些延误 或者是做一些班次正常化的调整 眼看行情罢工一触即发 航班影响势必再扩大 未来除了春节罢工若真发生 恐怕一度瘫痪到二二八假期 交通部长信心喊话 但劳资争议未解之下 想在疫情后拼出国只会难上加难 记得藏合报道 暂时再扶着 葬天保 暂时不止 继续